诀 105 广书 员 吴 若秋、自由 左右 卖六和 Judy啊 蛤 在哪里啊 幹嘛幹嘛 欸 你有空嗎 怎樣 我們去打電動好不好 打電動 對啊 神經病現在拿電動玩具有什麼好玩的 有啊 很多都怪 而且我跟你講這麼玩也都沒有 都不像以前24小時 好無聊喔 都是都是都是 都有人害的 還有現在要電動玩具不能打 無聊死了齁 對啊 那我們做什麼消遣呢 知道耶 你們兩個在做什麼啦 他找我約會 找你約會 他找我打電動啊 打電動 我去跟他說現在都關關關啦 沒什麼好玩的 而且我跟你講 我記得以前喔 那個最風光的時候我去打電動啊 打著打著 就有人外面說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結果大家都沒有動 大家沒有動 你不會發 對 發什麼 要發說那個 警察官侯寬人來了啦 這樣警察走的味 我知道 旁邊這就是嘛 旁邊就是 侯檢察官啊 害我們不能去玩的嘛 哈哈 哈哈 你這樣抓了 哈哈 就是啦 你下一次我看到警察 你就說 我是侯檢察官的人 哈哈 那警察 都躲你 我才不敢亂報 他一個人來嗎 他們有帶保鏢嗎 欸 有沒有帶保鏢 呃 保... 隨時都有在監控 他一個人這樣子 不怕你去玩 哈哈 現在你們都是我的保鏢啊 哈哈 我怕他出去了 祝自己和修身也出去了 看到警察 我怕他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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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哪里 我知道你最早以前像 大家从开始看到你 就是因为你在侦办这个 桃园这个政府议长的这种 惠权案买票的案子的时候 就是说这些 这些案子啊 你像办我知道那些人不是好惹的 是是是 那你抓惠权是怎么样的开始来 来抓这些人的这种买票的情况 还有包括有日证的案子 都非常的有名 最早是有日证的案子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 都是热心的民众 跟着提供一些内部的消息 那然后我们弃而不舍的 去把它求出来 当然中间有一些转折 不过我所知道的是 那时候有日证的 有一些案子 比如说他送这个米粉 送茶叶 送台灯 那我有一次我也去听 因为那个案子非常轰动 所以我们特地跑到桃园去听 我听的时候觉得很好笑 他说 这米粉的我家吃得不错 不要让我去送出米鸡拼 不是买票的证据 我听说台灯也是这样是不是 是啊 它送的东西可多了 台灯也是 它平常它的辨词就是 它台灯用得不错 然后有空了 就把它买一两支回来 晃着 那吃好到夕就不得了 不过我所知道就是说 像这种买票 其实这个不好抓 这样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 对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来讲 以前我们就说 谁谁买票啊 结果法务部说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那我们看到后来检察官在开始 联力风险抓这个买票的时候 就是检察官才有那个权力 穿到人里面 叫人的保险还打开 从证据掛插 甚至呢 还有 有顶到一个检察官 跑到高雄县 县议长 吴赫松的条下那边去 一堆枪 打开来一堆枪 好 人家被打成风波 吓死了 像你这样子去抓慧弦的时候 会不会碰到类似的这样子 要怎么样去抓慧弦 向你们检察官一般来讲 当然一般就是 发动的时候 都是有热心的民众跟我们提供 然后我们这个 分析这个背景 然后规划怎么样来进行 那当然就是说 政务议长大概都有 这个黑色的背景 所以这个 像高雄 刚刚你提到高雄那边 检察官这么的勇猛 我们倒是少见了 要是我们这边都要事先好好的策划一番 那是强大 必然竞技被打成风波 所以你有没有比较精神 因为在抓这东西 抓人家的会选是有 有点精神刺激的过程吗 嗯 其实 难免有这个这个 因为 都有那个 黑色的背景 所以 他说没有是骗人的 这个过程是真的 很刺激 那 譬如说有时候 去抓人 我们是在走烤味的 我从头前这个味 他从后面走 但是我 还安排在两三公里后 把他抓起来 这种这种规定 很多 不过咱们知道情况 我有一种问 你没有带保镖来 我那时候知道你是在桃园的时候 甚至有要求情况24小时的保护 是不是 那时候有时候 那个 放红衣 说要用一碗 我这样 一千万 对 那时候的介绍一千万 现在不知道有点高 你身材这么高 一千万 如果妳還撈下去要一千萬 要把妳拿出妳的生命就... 沒有 那時候她說要一支手 一隻手 一千萬 這很有價值 一千萬 不過那個時候妳的家人怎麼樣反應 當然他們也難免會有壓力 但是我想說避免他們的那個相對的困擾 我當然就是請他們到鄉下去避避 回中南部去避避 你現在講話就是講得好像很輕鬆的樣子 其實說起來 可是妳後來又來辦這個有名的這個 周仁申案 現在說到人心大家談人心色變 警察啦 警察說大家都想問說妳有吃心嗎 所以現在警察你覺得還叫保護 說實在 警察好的也是很多啦 八九萬的警察我們辦的也是幾個而已 所以大部分是都好的啦 不過都是大顆的 所以我家裡保護都是下腳的啊 基層的啊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啦 不過妳這個案子說起來是很複雜啦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知道是說 這個周仁申這個案子牽涉到整個警戒 那妳看他這個整個的洗鮮的過程 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是 對 所以我今天有特別準備一項 妳剛剛說我吃心嗎 什麼人心一項 真好 來來來 我真的心嗎 但是我剛才提到 這個談人生現在色變了 現在大家叫做望之切步 不過這個人心喔 妳要說這個人心進一項嗎 說兩個名語給妳教一下 這個老人吃心嗎 老人吃人生各的 老人吃人心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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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老婆 老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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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妳這個案子這樣做老人 這樣 那要趕快吃人心呢 趕快吃人心喔 我看的在那裡過度 在那裡過度會嚇 會嚇就對了 會叫妳戀掉了 這樣喔 我們就嚇了 這樣就很棒 放水 心裡一個米 好 OK 我現在打到 我要問妳說 經過的過程 這我知道的就是 這兩個是 妳現在還不等會說的啊 我現在就是說 妳便是要怎麼送啊 我拿給妳的啊 我知道妳拿給妳的啊 那幾個粉 聽過的啦 這幾個粉還沒有啦 那幾個粉還沒拿去 那幾年咧 沒有啦 那幾年沒有啦 那幾年沒有啦 那現在算很天爛的啊 萬一還是 妳給她拿給她說 快去啦 妳是下車還是下跌啦 下車啦 下車這還有差不多啊 拜託的 早上應該送去啦 她說要送 很快送的 通好了對不對 秋吉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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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怎麼會啦 我們在幫 髮 髮外情 沒有 她把人在錄音大 拿一樣聽 還在錄音大 沒有 沒有錄音大 那是判決書 我剛才把 把 檢查我找的啊 你又拿一錄音這樣 對啊 人家大是錄音來的 好精彩啊 比那個電視電影還精彩 喔 這 他裡面一直在說 剛剛你說 連的連的是在說這個 連錫銘 對 當時的松山副分機長 那你現在是說 錢 要叫連的快 連的快要拿那個什麼 拿那個 那時候的松山分機長 就是 那個 陳偉銘 喔 要拿這個 這樣喔 是 所以就算 那是把周仁森的 這個 秘書來講 那些帳範 對 剛才那就是 張台雄和連疫情的對話 你也知道人連的在說什麼 他有暗語啊 要給他破解 不然大家都知道 這要拿錢的時候 你不是說一些 什麼火車啦 陳偉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火車 火車是一個暗語 他說 他說 火車是指什麼 因為火車會嘟嘟 嘟嘟 以前火車在跑會嘟嘟 所以火車就指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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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是指嘟嘟 那 火車頂端大 嘟嘟 火車長的嘟嘟 是 所以都查掌就是 叫做成員民 基成員民 就對了 所以他們在講電話的時候 也非常小心 都要用暗語來通 就對了 對 不過他們好像說有這個 這個人送給誰 這個人送給誰 還是不一樣的用語是不是 有 對 有不一樣的那個 譬如說連的 連的一般如果不注意聽 很難了解 連的和連疫情那個連的 對 差一音而已 你怎麼就知道 人人在說 像剛才你說火車 你怎麼抽絲拔卷 是 都把他用出 對 這個案件的關鍵 這算是一點 算是說 他的藏策 敲出來之後 上面都是這些案 你如果沒辦法給他破解 基本上就沒辦法 真一步去瞭解 加一下這要怎麼破解 哈哈 哈哈哈哈 摩斯密碼 這個 有等於是類似密碼 但是這個要行家 這個不能講 假的以後他們以後就 是啊 OK好 這個案子裡面 這是周仁申 對不對 然後這是他的帳房 我們知道這個張台雄 後來就逃走了 對對對 接著有這台秀 台秀 對 這個呢 死掉了 對 它中間斷了線 那你又是怎麼查出來 最主要就是說 當時張台雄讓他跑掉 當然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這個意外 失誤 但是我們 後來全力再投入 彌補這個失誤 那還好可以再晚回來 當時我建議就是說 把死掉處的精英 機動組 專門原來在抓N毒的那一個 那一組 全力投入這樣 所以把它板回來 那怎麼板回來呢 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怎麼樣又把那些帳策 我想你在解讀那些帳策的時候 其實這是很重要 對一個檢察官來講 這不是平常人看得懂的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先全部看過以後 反覆看過以後 再研判 假設 然後從外圍印證 因為他有一些會計 陸續會到案 從外圍去印證 大概 聽他們的一些弦外之音 慢慢的印證 然後做大膽的假設 然後再突破 他的心房 對 所以說 嘟嘟 我們後來抓到這個藥結 它大概有一些 一點類似的那種 可以那個 譬如說油山 油山玩水那個油山 這就是那個林檢的意思 就是說那個聯合小組 它經常會游動 油山 類似是這樣 有一定的那個相近的意思 我們抓到這個藥點以後 後來大膽的假設 然後小心的去求證 然後突破心房 這就覺得我看得不好不行 這個人的暗語 跟你一樣 你也是要 要 你就是要 我聽不到 這是火車 油山 我聽不到 不過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人 這一個人 洪嘉儀 這個是你的學長 對 老前輩的 算是我們老前輩 是 不過那時候好像是 人家就說 你抓他的時候是 因為你跟他之間有恩怨 或是怎麼樣 你剛剛開始去抓到 一開始的時候 在抓他的時候 你對他這種 對這些 像你的一些檢察官 像你的一些同事 你都會覺得 心理上的感覺是怎麼樣 之所以開始會 動我們自己的人 就如這個 當時馬部長所講的 我們正人先正己 當然就是我們自 自清一向 就是說我們真的自己也要辦 不是說我只辦別人 所以我們先像 辦自己的人 這樣 以示截信 那 當時有人提到就是說 我們自己內部有恩怨 一些那個 當然那個 當時是提到那個 喜良遷喜情阿關 他也在 對 也說喜良遷的部分 好像跟你有恩怨 對 那這個是純粹 我想 是一個緩談 一種緩談 就好像我們打老虎 難免會被老虎咬到一樣 就是必然的 不過你說到這個 打老虎的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案子 好像辦到後來 上面的人好像 有幾句話講說 見好就收這樣子 是 有沒有 就是說像 你剛剛特別提到馬英九 馬英九有沒有幫你擋下什麼 我們知道會有很多 各種各式各樣的壓力都會到 那像這一些壓力到的時候 你怎麼辦 這個 我想可能 長官很愛無我吧 這一些壓力可能都沒有傳達到我這邊 我這邊純粹是辦案的壓力 辦案本身案子的壓力 那 我不曉得部長那邊有沒有什麼壓力 那所謂的辦案的壓力是怎麼樣 就是說 遇到這麼 我想說 這三四十年來最大的一次 這個閉案 牽連這麼廣 那 涉及的層面 這麼的高 所以 難免會 就是說 案子本身就很強的壓力 那再加上 警方 他們論得說應該要速戰速決 以免影響他們的士氣 所以這個 時間上也蠻趕的 時間上蠻趕的 你說警方希望速戰速決 以免影響他們的士氣 是什麼意思啊 那案子沒差到清正還可以 才會說我 遇到 這個就是變相的 我想 案子沒辦法去控制 控制 辦到哪裡 政績到哪裡就辦到哪裡 那之所以他們會這樣講 當然也是變相的一種 變相的一種 各方面來化解他們的一些 這個 阻力跟壓力 盡量求到他們的配合 因為畢竟他們能夠協助啊 或是說順利的約談 這些涉嫌人道案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覺得如果 他們不願意配合 那這個 我們要約談的人都跑到國外去了 或是說避不見面 這個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阻礙 但是你剛剛講到馬英九的時候 你突然講說馬英九但是 但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受到什麼壓力 我不知道 但是我這邊真的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 但是我想 這個 這個這麼受矚目啊 難免會有壓力 應該應該應該是那個 都沒有完全沒有 怎麼都沒有 不然馬英九下來 要正好上去 跟你有沒有關係 這個 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說以往 83年的時候 我辦政務議長啊 那時候 第一波起訴 我花了十幾天啊 就起訴了三十幾位啊 人家都說我救駕有功啊 以後這個一定馬上升主任 但是這個事實證明並沒有 我想這個是外面的傳言 但是現在又有傳說這個 這個周恩森弊案啊 幫這個 幫這個廖部長啊 拱上來啊 那是不是我又 又有什麼那個 功勞啦 可能又是 即將要升主任 我想這個 跟上次一樣啊 這個都是傳言 不過像你剛剛講到 就是說像警察要你 你差不多辦了一個案子 是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整個停掉了 不過我不曉得說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事實上 是不是這樣就結束呢 嗯 我想如果以官樣的回答 官話來回答這樣就是說 政計到哪裡 我們就辦到哪裡 那如果 當然這也是一個標準的一個答案啦 那衍生出來就是說 如果還有政計顯現出來 當然我們會繼續的辦下去 繼續辦下去 那你說官樣的文章 那如果是真的要老實說的話 到底是怎麼樣啊 這個案子 嗯 目前應該就是說 如果真的陸系有政計在浮現的話 我們會繼續再偵查下去 有沒有陸系 有沒有新的證據出現 嗯 我想 時間就慢慢會 讓一些政計慢慢浮現出來 嗯 所以到時候還是有可能就是說 只要是再出現新的證據 還是會再辦下去 對對對 好 來 等一下來 就過來 哈哈 這檢察官這樣說 那檢察官還會緊張起來 哈哈哈哈 對 不過我們那個鼓勵鼓勵 現在是目前喔 因為你整個的這個案子 處理到現在來 嗯 那你覺得像這個警察本身 或者檢察官本身 我們特地講到這個整個 司法奉機的改革 是 就是說檢察官或是警察本身 事實上已經 嗯 你的感覺是不是已經很嚴重了 像這些問題 收費啦 跟電話案子 是 是 結合在一起 對 對 對 我想是 是滿嚴重的 對於這一些 我想 我的看法是說 就是說對 警官啊 還有我們司法同仁啊 也是一個犧牲者 因為他們長期 就是說這個 長期的這些制度啊 所害 哈哈 那 就是說 以往風氣 不是現在才不好 而 現在只是說 如馬部長當時說 現在通水鍋啊 感覺比較臭 以往就 就有了 所以現在開始在通水鍋 就對了 比較重要 不過比較重要 來給你問一下看這個情形 是不是 侯健財官 我們就知道這一次你辦了一些案子 對 就像 許良前正是自己的這種前後期的同學 然後每天上班要看到他 就還是因為他這樣子 出了這麼多的事情來 是 是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這個 周仁生呢 是人家講說是 台灣的地下警政署的署長 所以說一些大堆這種高級的警官的話 變成聽他的指揮這樣 對 所以像你自己的感受是怎麼樣 嗯 這個 當然就是說 我也有聽過這一些 那 當我知道自己的邪長啊 也有涉案的時候啊 內心確實也是很掙扎 很痛苦 但是沒辦法 為了要整頓這個斯瓦風氣啊 還有這個警戒的風氣 那警戒的風氣啊 跟斯瓦的風氣啊 確實已經 腐化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了 曾經有一個高階的警官啊 做一個 滿感慨的說法 他說這個 台灣的這個警戒跟斯瓦風氣啊 到這種程度 還能夠撐到這個時候啊 是一個 另外一個台灣的奇蹟 台灣的政治奇蹟 不過 我們有知道就是說 像 一般的老百姓現在對這個司法 或是對警察 其實都是已經很 沒有信心了 比如他們有一些專有的名字 比如說法律漫漫調 是 要辦自己照 就類似這一類的話 我相信你自己也很了解 是 是 因為畢竟我們以前也是小老百姓 也從民進過來 以前所聽到的 法律漫漫調 不敵 黃金一條 黃金一條 有錢破心 沒有錢破死 一心破有多 二心破減一半 三心沒多 發來發去就沒了 上衝下死 類似這一些 確實都有聽過 而且也 聽起來蠻痛心的 蠻痛心的 蠻痛心的 那今天 斯瓦風紀的 之所以會到這種程度 最主要是 公信力不漲 所謂公信力牽涉到兩個 一個是裁判品質 低落 另外一個就是 斯瓦風紀的問題 但是這個是一個 一而二二二一的一個問題 一體的問題 那之所以 譬如說裁判品質不高 沒辦法得到人家的信任 那一方面可能比較忙 有關係 案子太多 太多 沒辦法能力不夠 沒辦法去處理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 涉及到一些制度性的問題 那 風紀上的問題 譬如說 他的自由心證啊 他藉這個自由心證啊 上下棄手 我記得 翟東前委員啊 集一個例子說 一個 一個被害者 被砍了二十幾刀 那法官啊 法官怎麼判 他認為說 因為砍了二十幾刀都沒死啊 顯然是沒有殺人的故意 所以說判傷害 所以這個是相當哄斥的問題 如果說 所以太大的自由心證的空間給他們 對 不過像這樣子的 這麼的 你除了剛剛講的這些問題以外 我知道你在地方上 也辦了很多這個政府議長 這樣的會選案 對 那我們知道剛剛你講的 就是這些人如果 他們在地方上 其實我們所知道的地方的 這個政府議長幾乎非常的嚴重 是 我還畫過一張漫畫 就是畫那種 政府議長不是要去訪問大陸嗎 對 然後我就畫這個 我們有一個黑色背景 去給大陸之後 我們才是大哥 大哥 那我像這樣子的問題 你覺得怎麼樣 像比如說如果一般的人民 繼續這樣子賣他的票 是 就是說 我也從地方上上來 在桃園待過五年的時間 確實相當的嚴重 地方上幾乎是腐化掉了 那人民 民眾如果繼續賣票 那如果 就像這一次賀博台風來 大家就知道了 對 公共建設整個都倒了 是啊 是啊 這就是他的好果 大家知道 因為現在公共建設 這都是那些我們選上去的民意代表 是 然後他去包的工程 對啊 所以整個櫃都倒掉了 你給他拿三五百 對嗎 他給他 後面給他挖三五萬 挖三五億 也不知道 對啊 不然我們 所以得失之間 民眾應該要自己衡量 其實 人家這一些 兄弟啊 花錢買票不是白花的 他到後來一定要撈回來 那撈的話就是 從這個回落先開始 回落就是譬如說電丸 地方上的電丸 也一塊回落 公共工程當然是更大的回落 動輒幾十億幾百億 那這一些只要砍個一兩層 那當然是值回票價 他還要準備下一次競選的經驗 因為咧 不過你這樣說到就是 讓我有一個感覺 比如像 到底真的是 實在是如果要抓這種電丸 這些都是有黑色背景的 地方上的 不管 或是甚至黑白掛鉤 那你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整個的檢察官的體系裡面 或是說裁判的品質不高 或是說檢察官他本身的 我不曉得說你自己理想中 檢察官應該什麼樣的一個 辦案條件給他 我記得你曾經舉韓國的一個例子 對 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說 應該成立一個特殊部 就是說一般檢察官 蠻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有將無兵 檢察官只有一個人 那他必須要處理太多的事物 從無到有 太多的事情他也要處理 那如果說能夠 枉照日本跟韓國 成立一個特殊部 那在這個特殊部裡面設立精銳的調查員 告解警官 海關人員 地震人員 一些特殊的一些專業人員 那就是在檢察官的指揮之下 能夠避開一些干擾 能夠直接發動 針對一些大案子 來偵辦 那你這樣子的一個提議 你的上面的長官像 廖正好上去了以後 他們對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檢察官辦的條件 我還沒有機會跟部長建議 不曉得他們的反應如何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嘗試 OK 好 來 我現在是說你再找我 我聽說你最近生了一個小孩是吧 千金 千金 對 對 都 你是幾個小孩 對 你不是壓力很大的 還有給我生小孩 哈哈哈 人總是還要做啊 哈哈哈 所以 人總是還要做 就是生千金 生兩個小孩 對 現在這台第二台了 第二台 就是 這個 人家說這個有你萬事足 我確實體會到這一句話 回去以後 這個寵入皆忘 在外 女兒跟我們撒嬌一下 在外面的這個 是非恩怨 這樣就 跑到腦後去了 滿好的 那你要不要借這個機會 跟你剛剛出生的女兒 是 然後講兩句你做為一個檢察官的父親 然後 希望的是你給下一代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我個人是這樣想 就是突然想到施東坡曾經 做了一首詩 當然我詩的那個已經忘了 但是我 他的意思是說 人家生小孩希望能夠聰明 他被聰明誤一聲 那 他是說 只要平安幸福就好了 我想 我的意見也是 意思也是這樣的 只要這個 你而平安幸福 我想這是最大的一個福報 是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你能夠再繼續為我們 把這些黑白兩道的掛鉤的情況 還有台灣的所有這種 就是這些黑白的這些東西 要徹底的掃掃起來 是不是這樣 當然就是說 我們盡力而為 人在公門 繼續修行 繼續修行 好來 今天非常感謝你 你再來要辦什麼案 再來又要辦什麼案 好